据港媒1月6日报道,在中国为其首艘国产航母打造一支作战舰队的背景下,上海造船工人已经开始在亚洲最先进和最大的驱逐舰上进行西装作业。 报道援引《解放军报》5日文章称,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055型驱逐舰上安装设备。 报道称,这款大型驱逐舰去年6月下水,将成为中国001A型航母的主力护航舰。 军方消息人士称,这款驱逐舰的建造工作与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同时进行,首艘国产航母已于去年4月下水。 报道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国目前正在建造4艘055型驱逐舰,其中两艘旨在作为首艘国产航母在远海的带刀侍卫。 但中国打算建造更多该型驱逐舰,以满足海军对现代化战舰日益增长的需求。 报道称,中国一直试图打造一支能够在全球开展行动并捍卫中国海洋利益的蓝水海军。 一些观察人士称,北京计划在2030年前拥有4个航母战斗群,这需要至少8艘055型驱逐舰。 报道援引解放军报文章称,这款驱逐舰的建造工作让江南造船厂取得了焊接工艺方面的突破,但报道未具体说明该驱逐舰使用了哪些材料。 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称,这些材料包括铝合金、钛合金及镍合金。 该消息人士称,055型驱逐舰上层建筑至少有60%是用铝合金制造的,很难焊接。 报道称,这款驱逐舰与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体积和配置类似,后者的舰体材料卫钢,上层建筑使用了较轻的铝材料。 但军事评论员称铝这种较轻的金属容易开裂,且耐火性能逊于钢。 军事评论员说,1975年美国贝尔纳普号导弹巡洋舰上的一场大火,以及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遭受的战损,都明显暴露了上述弱点。 这些痛苦的教训促使许多海军舰艇使用钢而非铝合金建造。 055型驱逐舰的推进系统按理应大致于阿力、伯克级驱逐舰一样强大,足以驱动钢制上层建筑。 但上述军方消息人士称,055型驱逐舰推进系统的动力不如其美国阿力、伯克级驱逐舰。 该消息人士称,055型驱逐舰和阿力、伯克级驱逐舰承担着不同任务。 055型驱逐舰无需向巡洋舰的速度那样快。 这就是055型驱逐舰上的武器和雷达比阿力、伯克级驱逐舰更先进的原因。 该消息人士称,中国已经设计了完整的损害控制系统,以预防火情等紧急状况。 报道称,055型驱逐舰配备有防空、反导、反舰和反潜武器,被普遍视为全世界威力第二的驱逐舰,仅次于美国最先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